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跟觀眾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管 講到健康你會發現 有一些食物呢 它們有的時候是食材 有的時候是形容詞 有的時候還可能變成罵人的話 比方說本節目這一集就要來分享 香蕉你個拔蠟 很奇怪 大家覺得每次講拔蠟就說拔蠟票 然後香蕉就覺得 好像是一個很low的罵人的話 可是事實上 它們明明是超級食物 超級水果 它們的營養價值 跟它們平常常常被替代的形容詞 這中間有非常大的懸殊跟落差 它們長期被污名化 那到底這麼健康的超級食物跟水果 怎麼樣健康生活來應用呢 待會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好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劉伯恩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洪素卿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醫生好朋友 吳明順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藝人好朋友 江偉文 哈囉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養生好朋友 唐東馳老師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法式主廚好朋友 陳之穎 大家好 好 我先問一下素卿真的 香蕉你個拔蠟感覺是罵人的話 可是呢 香蕉明明是超級食物 拔蠟也是超級食物 而且是超級好的水果 可是為什麼他們常常被污名化 像比方說開支票跳票 怎麼不叫芒果票 蘋果票就叫拔蠟票 沒錯 其實大家想說香蕉你個拔蠟 大家一開始就想說 這應該是周星馳的錯 因為從周星馳的電影裡面說 你不要罵那個 那你知道 想知道罵人的時候 就說香蕉你個拔蠟 可是問題真的一開始就是他嗎 可是其實你想想其實不是 因為拔蠟很奇怪 我們以前在講拜拜的時候 你就會記得一件事 芭樂其實也通常有些人也是不上貢桌的 為什麼呢 在台灣的傳統裡面覺得它是一個相對 比較被清建的水果 比較平價的水果 甚至在廣東地區有些把它叫做基石果 對 那他們當時有去考究說 到底這個奇怪名字是怎麼來 不知道 反正它都蠻衰的 然後呢 據說那你就覺得說它是基石果就算了 你要說開的空投票叫芭樂票 說人家人很難叫爛芭樂 那就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他們說芭樂票有幾個由來 其中一個由來 他們認為那是一種陰意 就是陰的錯誤 就是說早年呢 他說這可能是泉州陰 他說泉州陰在講說 芭樂其實在講不辣 就是在講那種佛祖 就是說那你那個票開的就是 給佛用的 就幽靈支票 根本沒有人會幫你付錢 可是講久聽起來 台灣人就想說是芭樂的意思嘛 所以後來就叫芭樂票 有一種說法就是因的錯誤 但是不 雖然因為已經太久了不可考 但是現在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幫他們兩個證明 因為除了芭樂被清建之外 你會發現香蕉也是 以前大家都覺得香蕉是很便宜的水果 香蕉又要來罵人那種黃皮膚 裡面都是白人的文化也是 可是事實上香蕉真的超級健康 我覺得大家可以 我們來看有多健康 看它有多健康 第一個部分啊 香蕉大家最了解它的部分大概就是甲 因為它每100公克 大概就有400毫克的甲 這對於現代人 尤其那種血壓控制很困難 一天到外面吃高鈉食物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假的補充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色胺酸 色胺酸也是當時為什麼大家說 吃戀的時候要吃香蕉皮 後來發現原來香蕉皮的作用之一就是色胺酸 因為色胺酸會轉化成血清素讓你是高興 那第三個就是膠皮素 膠皮素對於很多人更有用 就如果就皺邊襪子被偷穿 有時候會有一些什麼皮膚搔癢或什麼 他們發現說有一些真菌感染的病 可以用膠皮素來治療 另外呢就是它的其他維他命群的部分 因為其實它相較你吃起來覺得說 好像沒什麼纖維 其實它也是果膠 所以它纖維素也沒有很低 那它的維他命主要是維他命B1跟B16 來B1大家很清楚 可是B16想說這是什麼鬼 其實維他命B16又有一個名字 有人叫做DMG DMG呢有一群人特別對它有感覺 就是據說他們曾經拿這個來 用來治療自閉症 他們試試看說有沒有可能 在一定的補充DMG的情況下 這些自閉症的小朋友有沒有可能好轉 那當然這也沒有太大險 因為它雖然有3000多個人 但是它是單一的研究成果 並不是普遍性的成果 但是至少看起來對你的一些免疫啊 或神經傳遞可能是好的 所以它適量吃 尤其在它價格還OK的時候 可以來吃這個超級食物香蕉 甚至還有抗癌的作用 所以劉醫師 這個現代人以後不要再罵人家 香蕉你的芭樂 而是要多吃香蕉你的芭樂對不對 而且除了剛剛講香蕉營養價值高 芭樂根本上就是台版的超級食物嘛 沒錯 剛剛講芭樂為什麼這個對健康 是劉醫師常推薦的一個水果 我們看這個地方 它有菸菸酸 對我想這樣子 當然我先講芭樂裡面纖維量非常高 我們也常常講說纖維量 本來就是在我們這個身體裡面 腸道排度非常重要的一個微量元素 那菸解酸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菸解酸算是B3的一種 我們在雪中裡面有的是膽固醇高 有醫生開一些藥物 有的含有類似菸解酸的作用 它可以降低膽固醇 那另外來講 它這個對我們神經的傳導 跟一個代氣的促進是有些幫助 另外維生物C 我們講過 其實國外流行硬幣的一些調查 就是說這個地區如果說 它攝取維生物C越高的地區 它離癌的氣味降低非常多 那因為我們這個維生物C來講 事實上跟親屬這個 一些自由基是有關係的 另外在餅胺酸來講 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身體要作戰 要對抗細菌病毒 要需要抗體 常常講 我看到很多人吃這個蛋白質 攝取非常不夠 那你以為說 我吃蔬菜水果 那事實上蛋白質攝取不夠 所以有問題 那事實上我們在這個抗體的產生 就需要蛋白質 尤其這個叫餅胺酸 如果有些胺基酸裡面來講 餅胺酸缺乏的話 你抗體甚至是有些障礙的 那把它裡面是有這東西 另外光胺酸 我們知道人體有那種效素叫骨光肝胎 骨光肝胎 不過它使用在骨光肝胎裡面 它有很重要的胺基酸 就叫光胺酸 如果說你的光胺酸 攝取不夠的話 你肝臟解毒排毒會非常差 你看很多外面人都做這個什麼抗稅 它幾乎都給病人用一些骨光肝胎 事實上我們芭樂裡面 就有這個光胺酸 這是天然的營養成分 那蛋黎酸來講 有人會聽到蛋黎酸會怕 我們茶葉或哪邊蛋黎酸吃多 會有身體對身體有不好的作用 各位你不要太擔心 其實蛋黎酸來講 在我們營養裡面也算一種分類 它是一個抗氧化非常好的東西 那各位如果說你們要吃 怎麼樣正確吃芭樂呢 大概一個拳頭的量 你自己頂頭一天一個拳頭量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把它紙弄掉 因為紙來講糖會比較高 那整個來講 芭樂其實它這個含抗癌的成分 是非常OK的 而且請教一下吳醫師 從腸胃科專科的醫生的角度來講 香蕉跟芭樂都是高鮮的這個水果 都是比較推薦現代人的飲食均衡過程當中 可以多攝取的嘛 是是 那平均一般我們一天應該要攝取 大概30克的纖維 但是現在普遍來講 我們大概都不到20克 所以大概只有三分之二的這個纖維 那所以應該要多補充這個高纖維的食物 那當然高纖維的食物 也有可能會產生副作用 這後面我們再談 那剛才我再補充一下 吳醫師的內容 就是說事實上現在發現 除了抗癌抗氧化之外 我們發現有一個最重要是水果裡面含有 這個叫做 事實上現在大家知道有很多的癌症 都用這個抗血管增生因子的藥物 都非常的貴 叫標靶藥物 對 那現在很多的水果裡面 尤其像香蕉 芭樂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抗血管增生因子 所以它可以讓腫瘤的血管不會長進去 喔 真的喔 對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說 所謂的Cancer without disease 就是它有癌症 但是它沒有疾病 對 所以其實這些水果是 的確是天然的抗癌的作用 抗癌的好食材 好選擇喔 那我請我右手邊的來賓跟素卿一起出來 所以今天要幫這個 芭樂跟香蕉好好地證明 長期它們被污名化 它們另外一個被污名化的關鍵 可能因為評價嘛 對不對 對 那通常這個汁吟會怎麼挑芭樂 挑芭樂的話 像這一顆剛好可以拿來做一個說明 這一顆是珍珠芭樂 這一顆是帝王芭樂 對 這個是珍珠芭樂 這帝王芭樂 那我們挑芭樂呢 不管你珍珠芭樂或是帝王芭樂 我們看它的屁股這裡 它如果太開像這樣已經整個都打開了 整個都打開了 這好像比較熟 比較軟 這已經熟了 這已經過熟 它的肉就會有一點點空心的那種感覺 就是沒有結實感 對 不結實 會怕怕 那它像長這樣最漂亮 就是它的那個地都還在 然後剛好是包住的 這個是最漂亮 而且挑選 我會挑選 表面會有一點點像這樣 凹凸不平 微微的 因為這樣 為什麼這個凹凸不平你要挑 因為它這樣啊 它長的這個 就是像這樣已經長過頭了 它已經沒有那個凹凸不平的質地 所以它的肉已經變軟 變軟了 對 可是它的糖分會比較高 對 可是因為芭樂 現在的芭樂都太甜了 所以像這樣的口感會比較好 它比較脆 對 所以這個比較硬 這個比較軟 對 再過去就是爛芭樂了 就軟芭樂 但是再過去軟芭樂 有些人會打成芭樂汁 我們小時候想吃喜酒都喝那種芭樂汁 對 因為你要熟過頭 它的那個組織會比較軟 你打成汁的那個水分會比較軟 甜度也比較高 對 那當然我們挑選 就不要挑選像這樣 表皮都已經有受傷了 對 然後你看像這個蒂頭 已經都掉了 這就表示很不新鮮了 對 這個我們就不要挑選 你看它後面也是都受傷了 對 我們剛吃的那一個是 珍珠芭樂 很甜很好吃對不對 超軟的 現在的芭樂都很甜 我問一下劉醫師 這個是帝王 這個是帝王 劉醫師你剛剛說一顆芭樂的熱量 大概六七十塊 可是以我剛剛吃的那種甜度高的 也是這樣嗎 沒有 一般來講甜度越高 其實我們現在跟它熟成之後 它的GI值會改變 對 所以GI值各位 就是說我們生產指數 如果你看剛剛還沒有不是那麼熟的 它GI值有時候是屬於低GI 但是如果過熟來講 你會吃的比較甜 高GI 那一般來我一個芭樂來講 我們譬如說旁邊的芭樂肉 一般是中低GI 芭樂心來講中高GI 所以說一般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說你這個心血管 其實你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不太吃甜的話 你可能這芭樂心要給別人吃 或是芭樂心就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還有台灣 還有另外這一種是紅心芭樂 對 紅心芭樂 那其實紅心芭樂 它的那個質地就比較軟 對 有 它就比較沒有辦法吃到 很脆的那個口感 但是紅心芭樂它的甜度很高 對 很高 可是它真的有楊桃香味 有楊桃的香味 真的很妙 它根本就吃起來就不是芭樂的感覺 對 我想這個是我最愛的 因為它軟軟的 牙口不好的人很滿棒 它真的很有楊桃的感覺 對啊 它有綜合水果的香味 對 真的 那芭樂平常在買的時候 請教一下譚老師 我常常在超級市場看到這種包裝 對 那某一些賣場 常常四顆賣一代 對 甚至五六顆 有一些時候 因為芭樂便利 有的時候四顆也很便宜 四顆常常也一大袋可能五六十塊 對 對 對 那可是唐老師 一般的小家庭 有的時候一大袋買回去 也不會立刻吃完 對 你會分享一下 怎麼包裝保存 對 我大概挑的時候 我就喜歡那種越綠越好 你看 就是那個 尤其是 比較脆一點 對 對 我們這一些來講 你可能就會挑這一顆比較綠的 對 而且它的這個肚臍眼 肚臍眼要收起來 對 要收起來 那像這一顆它就已經有點 有點滑開了 有點開了 那其實我回家之後 我會把這些都拿掉 因為你在這個袋子裡面會濕濕的 可是老闆通常說不要拿掉 對 他會覺得說不要拿掉 可以放更久 可是你放在裡面久 它其實這個爛的會更快 對 上面就有一些濕氣的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潮濕的環境下 很容易長眉 那我就會把它用那個廚房紙巾 然後把它包起來 你會這樣保存喔 對 然後就是盡量把它整個包裹起來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塑膠袋裡面 那包好之後就是你一個一個 就是你商街的地方 不要有這樣子漏空的 那就是可以兩三個放在一起 然後你把它綁起來之後 就放在冰箱冷藏 放冷藏 對 但是冷藏 我現在發現這種天氣 大概兩三天就會開始軟了 就沒有那麼硬了 因為是夏天的關係 溫度高 可是這樣子還是相對 這樣的保存可以相對比較久 所以還是隔絕一層這一個紙巾 然後再隔絕一層塑膠袋 好 那除了芭樂之外 香蕉也是 香蕉我們製作單位 我們企劃 昨天買這一串的時候全綠 然後今天你放立刻變化 哇 熟得很快 超快的 它昨天本能長成全綠的樣子 那這個先問一下譚老師 聽說香蕉如果一串放在一起 真的會熟得快 你真的會熟得很快 其實像香蕉 我自己喜歡綠香蕉 我很怕那個黃色香蕉 你買都會買綠的 我會買全綠 但是因為我家香蕉 其實每天早上都會有 那我就會準備一個剪刀 因為用刀子比較危險 我們是不是有剪刀 來 我們有剪刀 譚老師 如果你買那麼大一串 你會用剪刀把它一根一根分開 我就把它就剪開 你就是順著它 順著它這裡剪 對 你就順著它 然後其實你就不用冰 因為像冰的會爛掉 一冰就黑了 會黑掉 那老師學生有問題 如果這樣子你剪開來之後 你會這樣子放 對 我就把它一根一根的就放開 放在東風的地方 很妙 那這樣跟他們放一串 到底有多大的差別 這有很大的差別 差別很大 對 香蕉啊 大家都知道它會厚熟 對不對 對 那它怎麼樣熟 很多人都會說 植物什麼生長激素啊 吹熟它 對 香蕉有自己天然的生長激素 叫做乙烯 就是一種氣體 對 那這種氣體呢 如果你把它放在密閉氣裡面 它的乙烯濃度很高的時候 它是不是熟得很快 就好像你生長激素是濃的 所以我們回家 加上馬鹼的一根一根 讓它空氣自然流通的話 那些乙烯氣的產生 就沒有那麼濃烈 因為風會帶走它這些氣體 然後它就等於說 它相對濃度低的情況下 它就不會自己那麼快 吹熟自己 所以同樣是放這樣一串 它就會熟得快 它聚集在一起就好像在取暖 然後它那個乙烯都在裡面 不會散去 因為很冷嘛 所以它就會熟得很快了 所以你一根一根把它剪開 儘管它們還放在 同一個盤子上面 可是因為乙烯的濃度會散開 對 它就不會熟得那麼快 所以我們昨天企劃做錯了 它專買海那一串 它就應該把它剪開 然後這樣放 不能放到櫃子裡面去 一定要是通通的地方 不要放到櫃子裡面 放到櫃子裡面會發生什麼事 會熟掉的 熟更快 它乙烯一樣就是整個都被煮在一起 它們都是剪成一隻一隻這樣 它就比較不會太快熟 而且香蕉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如果有一些水果 要讓它快速吹熟 就放一兩根香蕉 跟它在一起就可以了 所以假設我買了一個 還沒有很熟的芒果 然後我要吹熟它 那我旁邊就放一根已經熟的香蕉 那它就很容易吹熟 還沒有熟的水果 對 因為以稀會讓倒化 以稀會讓其他水果也成熟 所以我如果買到硬的酪梨 有的時候要過架 要把它吹熟變軟 我就可以旁邊放一根香蕉 這樣黃得好快喔 要小心 這樣會黃得很快 真的 黃得好快喔 因為我自己就是酪梨跟香蕉 放在一起 對 因為就是讓它吹熟 那我以前就大概兩天才去看它 結果最近大概一天 哇 那這個酪梨都軟了 所以要很小心 要很注意 因為夏天可能氣汙又高 所以讓它熟成的速度又會更快 好 那香蕉其實市面上 我常常看到的是這個品種 我們這個製作單位 另外買的這個是芭蕉嗎 對 那通常 芭蕉跟這個譚老師都是會買綠色的膠 我喜歡綠色的膠 我不喜歡甜的 那芭蕉呢 我是看如果是我香蕉要馬上吃的話 我就會挑選像這樣的顏色 這樣的顏色 對這樣的顏色 然後我就是馬上吃 那當然到這樣的顏色的時候 其實就是它的甜分 對我來說都太高了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大概這樣的狀態的 那如果是綠色的呢 我們大概是可以放一兩天的 那我就是要看你當天吃或者是要隔天吃 我就會決定要買什麼樣的香蕉 所以如果是一般吃的 你不會買到太黃 那放到這麼黃 就可能熟成度太高 然後甜度就會太高 對 像這樣的大部分我們都會拿來做甜點 因為它的甜分 它的香味 整個是最高的狀況 那可是單吃實在有點太甜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剛好 很好吃 可是因為我之前聽過醫生說 如果是買比較綠的香蕉容易便祕 反而吃這種黃一點的香蕉才容易排便 所以就是香蕉大家都以為是會排便 可是如果你吃到綠的就會便祕 真的是這樣子嗎 問一下這個劉醫師 吃比較黃的香蕉跟比較綠的香蕉 營養素不一樣嗎 或者它膳食纖維不一樣嗎 所以很熱心的招呼 是這樣子 那我先特別強調一下 其實我們一般綠的香蕉 它裡面抗性澱粉特別高 各位知道抗性澱粉來講 是我們現在就是怎麼樣 它在我們腸道裡面 它不太容易分解 不太容易分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我們減重是有些幫助的 但它不太容易分解之後 它會形成比較怎麼樣 厚實的纖維 有時候它怎麼樣糞便 就比較容易排出去 但是你水喝得太夠的時候 它一樣 你纖維高的話 它有時候會變比較硬 所以基本上來講 不管是比較綠 或者比較黃的香蕉 看它抗性澱粉的量 還有看你喝水的量 所以不是每個都一定這樣子 所以剛剛兩個醫生一直提醒大家 吃香蕉或者芭拉這種高鮮的水果 喝水量要夠 那喝水量要夠 它其實才會增加這一個腸道的蠕動 跟順暢跟健康 好 謝謝我們來賓分享 謝謝 好 接下來看到這道分享 你們家也常吃香蕉 那你要分享一個香蕉布丁麵包 而且很簡單做 對 因為其實每次做甜點 我都覺得很心虛 因為我其實不太愛吃甜點 但是有時候剩下來的這些法國麵包 或者一些吐司 如果你吃不完 然後又硬掉了 口感又不好 對 你可以做一些這個布丁 好 所以你先把它切成小塊 然後放一個烤中 對 就是隨便你 就是你放什麼麵包 那你要怎麼放都無所謂 好 然後其實你可以 就是看你喜好 那如果你是自己吃不請客的話 那你就可以 這個中間就夾一些香蕉片 對 那如果你是要請大家的話 那就不要加了 因為這樣烤了之後會黑黑的很難看 真的喔 對 對 清澈來講 這個醬膀的不同效果 然後另外有黑點之後呢 它就會連續 中間就有幫助 一顆地王芭蕉 它可以解18根香腸的毒 它烤到是不是應該要配芭蕉 其實要一邊吃一邊配 其實是不錯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香蕉烤過還滿好吃的 對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自己吃了 我就還是放香蕉 因為我自己在家裡就會放香蕉進去 然後呢 這個 香蕉變自己斟酌 看你喜歡多少或者剩多少 對 那其實我的那個牛奶跟糖 其實我在家是會用豆漿 好 因為我們家比較喝豆漿 比較常喝豆漿 對 然後豆漿其實它也一樣 就是1比1比1 那我們家的那個豆漿是無糖的 對 所以我就把它當成就是 這個也是無糖 那就是譬如說10克的這個牛奶 10克的那個糖 你就大概加這個牛奶大概100CC 略加一點點啦 那甜度可以自己斟酌啦 對 對 對 然後蛋跟豆漿 或者蛋跟牛奶就是1比1 對 對 那這是200CC左右的 那我們就蛋的話我就加 加兩顆 對 加兩顆 唐老師我覺得你今天分享的這個啊 連那個上班族啊 那住那種小套房的啊 其實只要有個烤箱都可以做 對不對 而且確實喔 上班族最容易準備了 真的是什麼吐司啊 蛋啊 這種很簡單的 所以你可以變化成甜點 也可以變化成早餐嘛 對 其實這個當早餐的時候 我甚至就不加糖了 OK 對 我就不加糖 然後呢 這個蛋我們就把它打勻 打到 其實就是盡量打得很勻之後 再把它粒到裡面去 那我大概會做兩次的綠 就是第一次的話 我們就直接 好 我們這個先不要綠 我們先把它加到這個裡面 真的喔 你會先這樣子再過濾 對 給它就是 讓它蛋液跟牛奶 喔 先融合 對 融合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淋上去 喔 那老師你淋了這個配方啊 就是它要支入你一下 這個麵包跟香蕉嘛 因為牛奶就會有水分嘛 對 然後我這個時候會在這上面 再鋪一些這個麵包 為什麼 因為這個等下香蕉如果變黑很難看 那你就把它 這樣賣相會比較美 所以自己吃你要鋪不鋪都可以 對 但是我覺得鋪起來的話 其實你的麵包量也會比較夠 那也 我懂 對 也會有飽足感 對 然後我們就這個時候就把它淋到這個上面 然後就讓他們一個袋就沾到就可以了 就看你的那個 剛剛好耶 對 我們今天的這個量喔 我給鏡頭拍一下喔 稍微用一點綠食老師 它有一些些蛋清蛋白喔 這個可以稍微過濾一下 質感可以吸一點 可是以我們這個烤中給鏡頭拍一下 它其實大概有將近八分滿的汁液 對 然後呢 大多數的麵包都有均勻沾附帶 那上面的可能沾附少一點也沒關係 沒關係 就口感會有層次 對 你也可以就是再把它弄下去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烤 那大概180度你烤個十幾分鐘 那你也看你喜好啦 你喜好的那種就是焦度 好 所以180度大概以今天的份量 烤個十來分鐘 十幾分鐘自己增度 對 15分鐘到20分鐘 最便利 那我今天這個有一個先烤好的 我們會錄影的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對 那我這個烤出來之後其實也 欸 很漂亮耶 那因為呢 這個就是裡面有加香蕉的 那我覺得可以 我給鏡頭拍 這個黑黑 譚老師剛剛一直會覺得說 那個黑黑會不會稠稠對不對 就是這裡有點黑黑 然後黑黑這裡就是有點香蕉嘛 所以顏色有點黑黑 所以難怪你上面還要再鋪一層麵包 可是麵包烤出來就金黃色很誘人 對 那其實你在這上面 還可以點著一些這個香蕉 那我大概就會用一些那個果乾 或者是一些堅果 然後我們就把它撒上去 對 然後呢 你可以先撒一些部分 對 然後呢 再鋪上一些 吃的時候再分著吃 對 然後再換上一些香蕉 然後再撒一層 好 然後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試吃 我們看老師這個香蕉布丁麵包 很有布丁的口感 很好吃耶 對 其實它如果進很多的下半部 吃起來就很像布丁的口感 進比較少蛋液的部分 你就覺得像是在吃法式吐司 對 然後因為我們用的甜味是比較淡的 所以你在吃本身麵包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蛋香味跟麵包的香味 可是如果你和到那個香蕉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就很甜 然後很綿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加一點點堅果進來 就覺得口感非常好 對 這是很簡單的甜點 可是真的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小朋友如果下課 或者是平常真的很慘的時候 很想吃甜點的時候 來這個真的又沒有負擔又好吃 對 我覺得這個當甜點 當笑茶點心 當早餐都非常棒耶 真的 那而且這個劉醫師 你也要分享一下 香蕉不同的顏色 它的營養素是不一樣的 對 現在其實現在網路上討論 這個非常夯 真的有個病人問我說 到底這個青的跟黃的 跟斑點的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來講 我們講 不管哪一種的香蕉 它裡面因為纖維量都不錯 都可以在腸道形成 我們一生就很好的食物 叫抑菌生 所以這上等都非常好 那差別在哪邊呢 譬如說我們講青色來講 像剛剛瑋文問我們說 這個到底有差別 因為它裡面我剛剛講過 叫抗性澱粉 所以抗性澱粉就是說 我們這個抗性澱粉 它既然叫抗性 就抵抗 抵抗你怎麼樣 你把它消化 所以它的肚子裡面去 在腸子裡面去 它不容易消化 然後不容易分解 那這時候它有一個作用 它會吸附我們這檔固醇 可以降你這個食物裡面 檔固醇被吸收 所以有降檔固醇效果 那是因為它裡面有些柔子 所以它有些會怎麼樣 吃豆會容易便秘 所以水要稍微多喝一點 那黃色來講 因為它放黃色之後 它裡面B群量會上升 上升之後來講 對於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在促進代謝消除疲勞 是有些幫助的 然後另外有黑點之後呢 那黑點叫做sugar spot 那個英文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甜蜜的點 就是它的你會發覺更甜 所以剛剛資金講說 有時候你在做西點 有時候做這個東西 也會把那個比較有點的這個 因為它比較甜度比較高嘛 好 說再撒點甜蜜 女生就哇哇叫 更棒了對不對 那因為它裡面黑點 它是有含一點叫磷子 磷子的東西來講 對於我們胃的一個聯膜保護 是有點幫助的 那更妙的是 它裡面多分類會上升 還有一個 日本他們香蕉同業工會 他們做個小的研究 他們發現這個催熟過了之後 大概七天以後 這個比較熟一點的香蕉 他們竟然在這個動物食鹽裡面 或人的食鹽裡面發現 它對於我們免疫系統的 一些功能提升是有些幫助的 所以他們認為在茶色斑點 或者黑色斑點這個香蕉裡面 它對免疫系統增強是有幫助的 但整個來講三種香蕉 對現代人來講三個都OK啊 就是說腸胃不好的整腸 那這個吃黃色的 可以美肌可以消除疲勞 然後比較熟成的可以增加免疫力 對現代人都很棒啊 對 如果說就是你排便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容易便秘的 我建議就是多吃像黃色的香蕉 如果是大便不容易成形的話 你可以用點青色的香蕉 那茶色斑點的香蕉更好啦 那肅清請教一下網路上有流傳說 香蕉兩頭綠真的容易致癌嗎 對 大家現在對於香蕉的顏色 真的很在意你知道嗎 要想說吃綠的怎麼樣讓你降膽固醇 吃什麼茶色斑點可以抗勞抗免疫 可是他想說怎麼辦 還有一款是它在中間 它中間是黃的 頭跟尾巴是綠的 這能吃嗎 他們網路一直謠言說這種 中間黃兩頭綠的香蕉 他說這個它是用人工在旁邊 在兩頭沾那個什麼催熟的藥劑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間造成這個情況 所以這會致癌大家不要吃 結果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 這個國際的這個香蕉果皮轉色卡 就知道它自然的反應 它本來就會從綠色慢慢慢慢 到後來這種茶色斑點 那大概目前看到 就是兩頭綠色中間是黃的 大概就是4號到5號之間 那這個表示 其實它就是它自然的催熟 那我們剛剛說它自然的催熟 它自己的這個荷爾蒙是什麼 就是乙烯就是一種氣體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另外 去給它黏什麼東西上去 所以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其實兩頭綠中間黃的香蕉 是可以吃的 而且還蠻好吃的 對 所以各種顏色的香蕉都可以吃 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今天除了幫香蕉證明 還要幫芭樂證明 這個將會我們聽說要分享一個 非常厲害健康又好吃的 芭樂蒼蠅頭 沒錯 芭樂蒼蠅頭 因為我們講家有主性 香蕉你的芭樂 讓家庭健康又快樂 通常這個香蕉都吃甜 像剛剛唐老師分享一個甜品 那芭樂都是當水果吃的 但是因為我是絞肉王子 也不是浪文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用這個絞肉 豬絞肉搭配芭樂 然後做個非常鹹香的蒼蠅頭 好 厲害 那我們這個調味料 我們先讓這個鍋熱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油放一點下去 好 那我們準備一點絞肉 那還有蒼蠅頭今天除了芭樂的配料 還有這個紅椒跟綠的椒 綠的椒好像今天是糯米椒 糯米椒比較不辣的 是是是 因為這個 你看這個豬絞肉是挑非常瘦的 所以我才放你油 如果說你的豬絞肉白的地方 它脂肪特別多的話 你的油都不用加了 那照慣例 絞肉王子講你一定要聽 絞肉放下去以後就不要動它了 就讓它麵線把它煎香 對 讓它恰恰 我已經幫你把下面一句接上來了 謝謝 謝謝 絞肉王子一天不吃絞肉會如何 一天不吃絞肉全身都不在意 就不對勁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這個食材 像剛剛講的這個辣椒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辣椒我特別 把它裡面的紙都去掉了 紅色的有去紙 綠色的沒有 對 紅色去紙 因為紅色比較辣一點 那綠色因為它是糯米椒 糯米椒它基本上是不會辣 它是它的椒的椒香跟口感 那今天芭樂我們用兩種 你看下面我們是用這個 珍珠芭樂 那上面我們是用紅心芭樂 都是比較軟一點點 那它有酸甜味 所以我們這裡面調味 只要加一點鹽就好 那主要調味 是蒼蠅頭的豆豉調味 對 好 慢慢的我們可以看 這個肉已經變色了 好 這個肉差不多下面已經變色了 上面已經開始變粉紅色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蒜頭 先放下去了 蒜片下去 對 那其實我今天這個做法就是這個小草的方法 人家說蒼蠅頭 蒼蠅頭其實是因為有這個韭菜 韭菜花 豆豉這些東西 那其實你把這些裡面的元素呢 把它當作一個小草來做 其實所有的水分不要太高 所以都可以拿來這樣炒 對 你可以都試試看 好 你可以聞到這個蒜頭的香氣裡以後 就可以把豆豉放下來了 好 豆豉是這裡的靈魂 對 那這裡的豆豉我用的是濕的豆豉 不是乾的豆豉 所以一樣可以炒香 一下去就有鍋氣就立刻有香味 這是我們可以把火把它打開一點 豆豉這種東西真的很妙 它一加熱立刻那個香氣就好誘人 對 但是你豆豉下去以後 你一定要讓它那個香氣出來以後 你再執行下一步驟 有的很快就炒下一步驟 它沒有把豆豉香的逼出來的話 就有點可惜 沒有 我現在就一直聞到那個醬香 就跟很多時候你的料理裡頭 你嗆那個醬油也一樣 就會有那個醬香一點爆出來 沒錯 沒錯 好 這時候豆豉它帶了一點鹹鹹的味道 鹹香 醬香出來 我們加一點點糖給肉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加一點點的糖 對 讓它跟這個鹹味做一點結合 也讓肉比較亮一點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膠類 放進去了 好 好漂亮 我覺得糯米膠也真的是很好吃的膠了 真的 真的 然後它咬起來又有水分 你今天放的都是有水分的食材 所以當你調味比較鹹 就會平衡 對 沒錯 沒錯 這時候就是讓這個 剛剛炒得很香的豆豉的味道 跟肉的肉香味 你看我們糯米膠跟這個膠裡面 都有洞 那進去的洞口 跟我們膠的香氣結合在一起 對 它會產生一些戀愛的作用 兩個就結合在一起 真的 然後你的糯米膠就油油綠綠 沒錯 沒錯 那個糯米膠也是這樣油油亮亮 我覺得這個夏天吃了 我會很開胃耶 我覺得它為了鹽肉真的很好用 尤其你的晚餐的部分 如果你不想吃飯 替代一顆芭樂其他真的很好吃 現在很多居酒屋老闆 現在是在看前面 對啊 看前面就很好吃 中秋就可以 健康芭樂其 對啊 就是很多的健康把它包在一起 並且好吃 好 你看它油亮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把這個芭樂放進去了 好 好妙喔 對啊 香蕉米的芭樂現在是辣椒米的芭樂 對不對 對 沒錯 本節目的主題是香蕉米的芭樂 結果你就來弄辣椒米的芭樂 辣椒米的芭樂 對 好 而且它這個顏色好好看 對啊 好誘人喔 這時候我們就放 不要放醬油 我們放魚露調它的鹹度 是 好 最後放一點點的魚露 然後米酒瀕下去了 米酒這時候再下 對不起 好 最後可以提一點點的米酒 對 讓它的香氣再煮一點點 好 這樣就夠了 好 有耶 現在整個有那種醬香 對 對啊 這顏色真的很迷人 好 這時候只要把那個 魚露的香氣把它炒出來 我們這一道菜就已經完成了 好 那我們辣椒米的芭樂就上菜了 有了 有了 哇 我們這個辣椒米的芭樂 很好吃耶 超好吃 真的 這個有辣味 然後芭樂有微甜味 然後那個絞肉是很香的 我覺得這個夏天吃的會很開胃耶 你說 這一道菜呢 其實不能這樣敲著吃 一定要大口大口 對 因為每樣食材的原味都在裡面 然後就混合起來 又有一很不錯的多層次的味道 對 對 而且本來想說很擔心說 這個芭樂翻炒之後 會不會變成從硬芭樂變軟芭樂 就會發現沒有 其實它整個芭樂的口感還在的 然後含水量也不錯 而且因為它調味調得比較淡 但是你不配飯都不會覺得它太重 可是你如果要配飯就再重口味一點 沒錯 它就非常好吃 今天因為是完全單吃它 就有調味比較清淡一點 對 那剛剛蘇星講的那個芭樂的含水量 其實不是這個水果的原因 是廚師的經驗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主持 含水量不是那麼高 那也不是我糊弄你 是因為你的手技術不夠嗎 請看本節目我怎麼操作 但重點來了你看 即使你這樣整個吃掉 如果你吃芭樂 因為芭樂它其實熱量其實不高 如果你不吃芭樂劑的部分 熱量其實不高 所以之前有些女生就用這個減重 因為我覺得它配合減重真的很好用 尤其你是晚餐的部分 如果你不想吃飯替代一顆芭樂 其他正常吃 可是那個太太就是因為 很想要積極減重 她就又不是芭樂就是絲瓜 反正只有瓜果類 而且都很低那種低熱量的 結果果然沒問題 她一兩個月就瘦了很多 她瘦了8公斤 可憐是她老公 老公明明也沒想減肥 可是蔡是老婆做的嘛 所以她也一起瘦瘦了7公斤 結果她想這樣很好 兩個都瘦了 結果問題是來了 她說後來他們為什麼覺得 應該要去找一家醫生是這樣 就說兩個都越來越苗條 越來越漂亮 互相應該越看越對眼 可是本來一週兩次的行為 怎麼會變成一個月兩次 兩個都懶懶的 想說奇怪不是你也帥我也美嗎 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原因是因為你吃了 長期就很低熱量 在中醫就是很寒的東西 把你們的火都滅掉 對對對 所以說如果你要當作減重的東西 你可能還是要搭配均衡的飲食 不能光吃這個芭蠟這樣子 那可是請教像吳醫師 聽說芭蠟籽吃不吃 真的是有影響 尤其小朋友如果吃芭蠟籽 可是卻沒有辦法咀嚼跟消化的話 很有可能會造成影響 對 其實也有案例 就是小朋友吃太多芭蠟中間那個籽 因為他們喜歡吃甜的嘛 對 所以連續吃了20顆芭蠟的飲食 結果腸子就阻塞了 那腸子阻塞要怎麼辦 要開刀處理嗎 對 沒辦法處理就開刀 所以小朋友吃這一類的果實跟種子 真的要很注意 要 尤其有些是腸子開過刀的 那小腸已經比較沾黏了 那吃這種東西高纖維還是要小心 可是請教一下唐老師 我們現代人有的時候吃很多加工肉品 有些人吃火腿 培根 香腸 豆芽硝酸的這個影響 對 把它好像聽說是水果之王 可以去除相關的衝擊跟傷害嘛 對啊 就是去年這個農委會做的 因為它把那個雅硝酸鹽的加工肉品 列為一級致癌物質之後 那可是這個東西就常常吃到嘛 而且這個東西特好吃 烤香腸多香 多好吃 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農委會其實 農委會在早期也曾經做過 就發現高維生素C的水果 其實可以抑制這個雅硝胺的形成 所以去年就很多人就說 一顆帝王巴拉 它可以解18根香腸的毒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這個加工肉品還是先水煮過之後 先讓雅硝酸鹽稍微降低一點 那而且不要吃了香腸之後 隔了兩三個小時才去吃這個芭樂 效果就不好 其實要一邊吃一邊配 但是我覺得這樣好像也是不大合適 那我訪問現在中秋烤肉節要到了 那烤肉是不是應該要配芭樂 因為烤肉就是紅肉 然後就是這樣燒烤 就雅硝酸的傷害 那你又要吃沒辦法 一家烤肉萬家鄉 你說旁邊要配個芭樂來解毒嗎 對 其實是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柚子也不錯 柚子也不錯 好 那這個接著下來 知音就要分享中秋烤肉 真的可以做肉串 真的真的 芭樂它其實就像那個譚老師講 一顆就可以解18條 香腸香腸 哇 好恐怖喔 那真的太棒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一個肉串 肉串 對 肉串 那今天肉串有準備一個鯉雞肉 鯉雞肉片 我們把它切成薄片 然後有芭樂我們把它切絲 然後有金針菇 金針菇切絲 然後紅蘿蔔 好 對 那我們很簡單 肉片把它攤開 好 然後芭樂就把它放進來 芭樂切絲放進來 對 把它切絲 然後金針菇 好 這個是不是中秋烤肉應該學一些 這樣肉就少吃了嘛 那紅肉的傷害 芭樂就幫你平衡掉了 對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捲起來 就壓緊把它捲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找小朋友來玩老作也會蠻好玩的 這樣就很容易就可以捲一捲了 是 然後芭樂可以多放一點 對 因為芭樂等一下我們煎過之後 非常好吃 真的喔 對 它那個水分都保留 對 然後它有那種甜甜的味道 跟芭樂的香味 我們就準備竹籤把它串起來 好像很多居酒屋老闆現在正在看這一套 對 看起來就很... 中秋就要吃這一套 健康芭樂捲 對 最好的芭樂捲 現在很多居酒屋老闆現在正在看這一套 對 看起來就很... 中秋就要吃這一套 健康芭樂捲 對 最好的芭樂捲 好 對 那我們事先有先準備了一些 好 對 那我們現在就起一個鍋子 起一個鍋 熱一個鍋 來 芭樂捲 好快 對啊 我覺得這個你自己可以變化 喜歡吃豬肉的捲豬肉 喜歡牛肉的捲牛肉 油只要下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是用紙巾把它稍微剝開 好 所以這把它剝開會比較... 因為我們肉本身它有自己帶有一點點的油脂 對 所以就不要太多油 好 那我們就把它下鍋 好 那志穎今天的肉串要搭配的是香蕉醬 對 是不是 真的做一個香蕉麻辣 好 那我們香蕉呢 要挑選就是熟一點的 對 我們要做一個醬汁 好 那我們準備一支叉子 好 我們直接把它壓成泥狀 好快喔 因為它已經夠軟了 對 我們把它壓成泥狀 好 所以香蕉泥 好 OK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等鍋子裡面的肉煎完之後 我們用鍋子的熱度 我們來做一個香蕉的一個醬汁 醬汁 哇 因為今天這個是肉片 所以也是另外一面 已經開始熟了 好 那我們今天它的同時 這個志穎今天還要分享一個很妙的料理跟甜點 今天要分享的是香蕉雙麒麟 而且還真的是只要冰香蕉就可以做了 對不對 對 我們就把香蕉呢 把它去皮完之後呢 把它冷凍起來 最好是切小塊小塊的冷凍 對 這樣會比較快 那我們準備一個冰沙雞 所以這一個是事先冰在冰凍的香蕉 然後它是冰凍冷凍的香蕉 那我們準備一點點的牛奶 然後一點點的冰塊 就是我們可以使用的一個冰塊 對 那我們就把冰過的那個香蕉 姜蕉我們好好學 我覺得你這個拿回去騙小孩會超重 注意在看這個 對 我跟全台灣的居酒屋老闆現在穿 穿穿在看這一道 對 然後我們把牛奶把它加進來 好 牛奶的配方這裡大概加100cc 對 大概100cc 然後這邊我總共用的 大概是四條的香蕉 四條香蕉 四條香蕉 冰塊呢 冰塊就是個人的那種喜好的 你就可以增加或是減少 對 就是吸稠度自己來決定 對對對 對 那我們直接就把它打 OK 好 很妙喔 現在像雙麒麟的質感了 對啊 它非常cream的那個feel 超黏的 OK 好 OK 那我們把它整個打成泥狀之後呢 就可以了 好 打成泥狀喔 現在看起來的質感喔 真的是雙麒麟的樣子 來 我給鏡頭拍一下 你看看 喔 這是雙麒麟的 我們來 先分你吃 你看 它是冰淇淋的樣子 哇 好 這個是還沒有調味過的 只有香蕉牛奶對不對 是 哇 好香喔 嗯 好吃 那我們這邊呢 是不是像雙麒麟冰淇淋 真的就是雙麒麟冰淇淋 很妙欸 那我們準備一點點堅果 嗯 然後跟一些市售的那種巧克力 你只要買那種塊狀的都可以 嗯 那像這個巧克力呢 我們就是把它切成一半之後呢 嗯 你讓它站立起來 站立起來 對 然後這樣削 喔 嗯 喔 這樣就有巧克力碎了 對 喔 睡在家裡要處理 沒有專業的烘焙的巧克力 也可以這樣子處理 是 嗯 OK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裝盤 我們準備一個高腳杯 是 對 那我們把我們的雙麒麟 欸 是很好吃的雙麒麟欸 對不對 你那碗吃完了 吃光光了 對啊 很綿密啊 對 我在想說我可不可以加一點 黑芝麻去打它 變成黑芝麻 可以可以 對不對 黑芝麻就等同於 我們等一下要加的堅果 一樣意思 喔 你要加任何口味都可以 對 所以居酒問老闆 你們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創意好不好 真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健康的巧克力 雙麒麟 喔 太貼心了 巧克力香蕉冰淇淋 哇 哇 好厲害喔 好 那我們這一鍋的這個烤肉卷也好了 烤肉卷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拨到旁邊 用餘溫 去煎它 那我們這邊空出一點點位置 我們就可以做香蕉的一個醬子 好 對 香蕉的醬子呢 我們先加一點點的糖 我們燒出一點點糖的一點點的香氣 好 我們可以燒一點點的糖的香氣 是 OK 有一點焦香的那個味道出來之後 把香蕉加進來 欸 這也有點像人家在煎那個香蕉煎餅 對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一樣下一點點的牛奶 加一點點的牛奶 所以壽司要讓它浸在這個壽司的滋味裡 好 哇 很妙 很難調香 而且那個香蕉 我們就是故意要留有一塊一塊的口感 對 喔 所以才用叉子去壓它 對 然後呢 我們調味很簡單 我們只要用一點點的鹽巴調味就可以了 耶 好 一點點的鹽巴 那我們最後還要準備別的辛香料嗎 辛香料有咖啡 咖啡 最後我們咖啡會把它加進來 這個是咖啡粉 對咖啡粉 吉隆咖啡粉 吉隆咖啡 對 等最後我們壽司要收鍋之前 我們會加咖啡進去 因為香蕉咖啡 等一下跟肉串搭起來 是 那個味道會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讓那個肉串稍微煮一下 好 我們讓肉串稍微煮一下 我可以餵左邊的同學吃 真的 因為我覺得左邊有一股沙氣 左邊有自己準備比較大的碗 來來來 有一股沙氣啊 沙氣騰騰啊 來 先吃原味 先吃原味 對 吉隆咖 那吃吉隆咖也可以放剛剛 我剛剛的香蕉 來來 雙齊齊齊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香蕉雙齊齊 可以打給小孩吃 對啊 對 好 那我們就很自然的綿密 很自然的綿密 我們自應把這個肉串先取出來 那我們這個香蕉的醬汁呢 我們讓它稍微煮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來加咖啡 好 那什麼樣的咖啡都可以就對了 就是你喜歡什麼樣的口味的 就可以自己去斟酌加 好 就不用管它什麼漫渴 竟然是香蕉咖啡口味的肉串 而且是芭樂肉串 真的是香蕉你的芭樂咖啡 然後我們為了讓它更好看 我們可以在旁邊加一點生菜 配菜 好漂亮喔 好 配了一點配 有 有咖啡香了 很妙這個醬汁現在是咖啡 咖啡香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好 那起鍋淋上醬汁就好了 是 淋上醬汁 有咖啡香 對啊 有 很香的咖啡香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這麼特別啊 哇 我們吃你這個肉卷很妙的味道 很好吃耶 那個芭樂跟肉卷很搭 對 對 好妙 因為有時候在吃烤肉的時候啊 第一個是討厭如果選到肉比較不好 或者有時候那個就覺得肉的味道很重 那有時候會覺得或者是很膩 可是它那個包起來之後呢 金針菇也是脆的 然後它的芭樂也是脆的 可是芭樂比金針菇更好吃 因為芭樂脆之外 它有香氣 而且有水分 所以吃起來就覺得說那個肉卷很清爽 很清脆 很好吃 我覺得自己做這個大家真的可以學 為什麼 第一個 吃肉你剛才除了說我需要解雅硝酸之外 其實很多可能因為紅肉加溫之後 出現的一些這些東西雜黃胺類的 都可能是一些致癌物嘛 這個吳醫師他們很清楚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抵抗它 第一個 芭樂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 然後第二個 你外面的香蕉醬 香蕉醬我們剛才有 醫生有講到一些抗癌成分 甚至抗新生血管 那再加上來那個咖啡 咖啡現在最著名的 包括它的濾原酸 還有一些它的類黃銅 黃銅類系列的這些東西 它都有很好的抗氧化 而且包括我們看未來認為 可能預防糖尿病的潛力 甚至預防一些老年獅子 巴金森 所以整體加起來就是 用很多東西幫你想要說 中秋節來個烤肉或平常來個肉 就是很多的健康把它包在一起 並且好吃 而且我跟你講 中秋烤肉有時候吃太鹹 或者烤太熱 要吃冰淇淋 那個冰淇淋也超搭的 對 今天這個冰淇淋吃起來 又綿密又好吃 而且完全是天然 對 然後我今天看這個節目 我真的是學到了 我以前一直以為 吃香腸 打香腸 其實那個智慧都在 老闆常常說 洗拔辣 洗拔辣 因為是配拔辣的意思 對 洗拔辣 都不知道 真的 吃香腸就是洗拔辣 就配拔辣的意思 今天怎麼會了解 老祖 怎麼教這麼久 我們居然謝才提供 對 這是老祖智慧的 好 那最後 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丁明 是的 我們今天介紹香蕉 拔辣 其實這個營養是非常的好 那我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一般水果切盤完 切完之後 我們大概如果放在 一般室溫來講 有人問說 這樣營養價值還夠不夠 其實它有的時候 會營養價值會流失 如果維生素C來講 如果你切了放在地方的話 水果放在地方的話 光熱酸碱 它會破壞維生素C的活性 我們應該把這個水果切盤完之後 放到冰箱5度C以下 它保存是更好 不過特別提醒一下 我們常常外面的攤販 看到一些拔辣 看它切完之後 放了半天都不會變色的 這個要特別小心 這種拔辣可能 差了一些我們的寶色劑 這些東西 就是對身體不是那麼OK的 所以會氧化水果才正常 對 才會變黑 變才是正常的 它如果放了切半天 三四個小時不會變化 那是有問題的 那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從幾位專家 做的這些拔辣香蕉料理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好 謝謝劉醫師的丁玲 也謝謝我們今天 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健康好香蕉把辣 那我們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